戰鬥這裡驚喜 撈到過了 彰化園林市公所 十九號早上針對下半年度預算 進行三讀審議 十三人舉受同意 兩人反對 四人棄票 三讀通過增加八十萬代表會業務費 主席認為 為解封之後 業務應酬 餐序 交流 送禮都會增加 所以才將預算編列到一百八十萬 並且澄清代表會去年的餐序 只使用了約十趴的費用 而社區活動像是廟會社團都可以申請 其他同意的代表表示 若沒申請經費也是繳庫 而且沒超過預算上線 我已經做代表三年了 我沒有申請過一條毛巾 不過也有代表持反對意見 認為不符合時宜 現在還是疫情期間 代表會應該減少接觸外賓 如果是用在民眾身上的話 我就覺得可以啊 因為既然是解封了嘛 那就讓大家也是開心一點啊 民眾支持認為多編列八十萬元 在合理的範圍之內 但是也有民眾認為增加預算 對社會大眾並沒有太大的幫助 民眾警眾眉頭表示 不知道有多少錢 是真正花在人民的內容 那實際上 用在民眾身上的 有什麼 沒有啊 民眾警眾眉頭表示 不知道有多少錢 是真正花在人民身上 而且現在畢竟只是微解封 應該還是要小心 6B要增加參緒以及交流 針對要增加預算 也要等到真正解封再說 訂閱新衛城市中華國軍理蔡英章花強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